耶路撒冷,喜慌吧 你们凡爱慕他的,要聚在一起 你们曾经忧伤的,要尽情欢乐 好能从他那安慰的怀里得到宝月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 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在私眼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师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曾派遣唯一圣子 奇妙地促成了与人类之间的和谐 祝你是所有信仰基督的人 尽可准备自己的心灵 以最大的热忱和信德 迎接一约献节的来临 以上所求是靠你弟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 阿们 宫读洛书书 那时候 上主对洛书书说 今天我从你们身上 除去了埃及的耻辱 以色列人在基尔加尔扎勒营 正月十四日晚上 在耶里哥的平原 举行的愉悦节 愉悦节翅日 他们吃了当地的出场 就在当天 吃了无叫饼和烤的麦子 他们吃了当地的出场 玛纳就停止了 以色列人 再也没有玛纳了 那一年 就吃迦南地方的出场 善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请你们体验并观看 善主是何等的美善 请你们体验并观看 善主是何等的美善 我要时时赞美善主 善主 我的心灵因善主而自豪 谦卑的人也必欢悦 请你们体验并观看 善主是何等的美善 请你们 请你们同我一起赞美善主 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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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离一切坚心 请你们体验并观看 善主是何等的美善 公读圣保罗中途 至格林多人后书 弟兄们 谁落在基督内 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旧的已经过去 请看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这一切都是出于天主 他曾借着基督 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 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务赐给我们 这就是说 天主在基督内 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 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 并且要我们传报 和好的消息 所以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 天主借着我们劝导世人 我们代替基督 请求你们 与天主和好吧 基督没有罪过 天主却为了我们的缘故 使他与罪认同 因而使我们与他结合 而成为天主的圣洁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基督世界之光 我们赞美你 基督世界之光 我们赞美你 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 并且要对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基督世界之光 我们赞美你 法利塞人和经师们纷纷议论说 这个人 远方去了 他在那里荒阴度日 浪费了他的钱财 等他把所有的都挥霍进了以后 那地方正发生了大荒年 他便穷困起来 他只好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 那人派他到田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把猪吃的豆家拿来冲击 可是没有人给他 他自己反省说 我父亲有多少工人 食粮丰富 我竟在这里饿死 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 对他说 爸爸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我不配得成为你的儿子了 把我当作工人看待吧 他便起身 回到他父亲那里去了 他还在远处的时候 他父亲就看见了他 动了怜悯的心 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 热情地亲吻他 儿子对他说 爸爸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我不配得成为你的儿子了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你们快拿出最好的袍子来 给他穿上 拿戒指戴在他手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再把哪只飞牛肚前来 载掉 让我们吃喝欢乐吧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 死而复得了 他们就欢乐起来 那时 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那回来离家不远时候 听见奏乐和歌舞的声音 就叫过一个仆人来 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 仆人对他说 你弟弟回来了 你父亲因为见他安然无恙地归来 便给他宰了那只飞牛肚 大儿子就生气 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你看 这些年来我服侍你 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 可是你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只小山羊 让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欢乐 但是你这个小儿子 同仓妓们在一起 耗尽了你的财产 他一回来 你倒为他撒了那只飞牛肚 父亲对他说 孩子 你常和我在一起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只是因为你这个弟弟 死而复生 死而复得 所以应该欢乐庆祝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在今天的福音中 我们听到非常熟悉的 耶稣所讲的 荡子回头的比喻 有人曾经问过一位文学家说 世界文学史上 哪一个故事最动人 他会来说 荡子的故事 这个比喻虽然很短 但这个比喻的内涵 却是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深 非常的美 非常的感人 那么在这里呢 有三个人物 一个人物就是小儿子 这个小儿子的话呢 他说代表的是世人 那么在父亲还健在的时候 他自己也没有结婚的情况下 他就要与父亲分家 这在中国古代来讲 是非常接受不了的 在犹太古代 以色列的古代 更是接受不了的 那么你说随家分家 那当时的心目中 一定说出事了 这一家人肯定是闹矛盾了 那么在这里 这个小儿子来讲的话呢 他过的是一种 自私自利 骄傲 堕落最后失败 面对死亡的绝望的一条路 这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生的写照 他离开父亲 汇霍自己的财产 自己做主张 自由的使用 结果走上了一条汇霍之路 把自己的财产都汇霍完了 这就是这个小儿子 是一个罪人的形象 也就是我们世人的形象 第二个人物就是个父亲 这个父亲是天父的形象 恩典的化身 他一开始就以博大的胸襟 任凭小儿子分家 离家 我们都知道 这个小儿子来讲的话呢 他说 不多几日 就收拾了家产 就走了 你看犹太人 他们的家产来讲的话呢 并不是现在 我们银行账户的钱 微信一转账 卡到账 拿着就走了 不是的 他们当时的财产是田地啊 牛羊啊 这些 这些想卖出去的话 那也得需要一段时间的 可见这个小儿子啊 早就盘算好了 说父亲给我分家 这个父亲呢 就好不犹豫的答应了 他这个不合理的 不合情的要求 这个父亲呢 就是天父的形象啊 他以恩典 对待这个小儿子啊 第三个人物呢 就是这个大儿子 这个大儿子的话呢 代表的是法利塞人 那么他们对弟弟的态度 和对父亲的态度 就是责备 无论就法律说 还是就情力来说 这个大儿子来讲 代表这个法利塞人呢 其实都没有错 他们都是对的 真的 这个法利塞人 他们来讲 本身来讲 指责罪人 然后指责天主 对罪人的恩典 他们的指责 按照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对的 并没有错 但是 为什么他们就出问题 他们就错呢 耶稣说 他们的错 就错在 他们只张实的法律 阻挡罪人 接近天主的恩典 天主的恩典 既往不咎 天主恩待好人 也恩待罪人 所以耶稣说 你看天主 使太阳上升 光照善人 也光照恶人 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这就是天主 那你说天主 不是好歹不分吗 那么在天主这里 他不是好歹不分 而是他的大恩典 照耀着我们人类 照耀我们世界上 每一个人 无论你是好人 他用太阳照你 是恶人 他用太阳照耀你 这就是天主的大慈爱 天主的大恩典 那么法利塞人就说 那么呢 对于好人 义人 天主可以降负他们 对于恶人 必须要把他们给烧掉 必须要把他们下地狱 这就是法利塞人的态度 这个故事其实啊 正是讲给这些 法利塞人所听的 因为当时的背景 就是因为耶稣接近罪人 耶稣呢 跟罪人一起吃饭 法利塞人纷纷议论 所以耶稣才讲的 这个比喻呀 那么这个大儿子 第三个人物大儿子呢 就是比喻当时的 这个法利塞人 经师们 等等这些犹太人 他们来讲 认为这个小儿子 不配得到天主的恩典 他们也认为 这个天主不应该 把恩典给这些罪人 但耶稣来 耶稣说 我来是来找罪人 我不是来找义人啊 我是来找罪人的 为了让罪人悔改呀 所以这个小儿子 这个罪人啊 那么天父 父亲 他就是无私的 而且的话 没有条件的 来接纳这个小儿子 这个小儿子本来说 哎呀 父亲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我不配得 成长你的儿子了 但这个父亲 却仍然把他 当儿子的身份 来接纳他呀 而且这个父亲呢 圆圆地迎上去啊 拥抱他这个小儿子 在英差南 你注意到 来自道德的情理 来自宗教法律的 一切的绳索的捆绑 都通通地被砍断了呀 恩典没有打不到的地方 一些法律的绳索 就天经地义 人们也思义为常 但是恩典已来到的时候 这些绳索 这些捆绑 都被填住 卡卡卡 砍断了 所以以人的标准来讲 就是说 好人 大儿子是好人 所以来讲 应该让他欢夜 应该让他在他牛肚 让他请他的朋友 一起欢乐 这个小儿子 你不是要给我父亲分家吗 好分了家之后 你就走了之后 永远再别回来了 我们中国人都这么讲 对不对 但是这个父亲却没有 这个父亲代表天主 却无条件地收纳他 接纳他 也没有说 你把你挥霍 我的家产全给我拿回来 我得接纳你 也没有 没有任何条件 接纳罪人 这就是天主的恩典 通过耶稣讲的这个 档子回头的比喻 让我们看到了七个论点 当然不只是七个 在这里我们只分享七个论点 第一点就是 档子如果不回家 必然客死他乡 这正是耶稣 一再警告我们的 耶稣也说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悔改 你们都要上网 所以我们每一个罪人 我们都要悔改 必须要回家 第二个论点就是 不是罪人悔改在先 恩典在后 而是恩典在先 一直等待着罪人的悔改呀 所以保祿宗都说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天主就已经爱了我们了 我们通常讲的就是说 你罪人要悔改 你悔改天主 我赦免你的罪 你不悔改 我天主就让你下地狱 这是我们都认为 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 天主的恩典 远远在档子回头之前 天主的恩典就照耀着他 天主的恩典就等着他呀 所以他往回走的时候 天主无条件的恩典 就给了他了 如果是恩典在后 悔改在先的话 那么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那成了一个交换了 因为恩典有了条件 那就不是白白的恩典了 所以这个档子回头的比喻 一再地告诉我们 当小儿子还在外边犯罪堕落的时候 恩典的父亲就已经在家中 爱着他 盼着他回来 恩典的大门已经向他敞开着了 所以 保禄说的啊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天主就为我们死了 这证明了天主怎么样爱我们 第三点就是在法律下 犯了罪 必须受刑罚 这是在法律下的世界 法律下的观点 但是在恩典之下 父亲不但没有寒怒 惩罚小儿子 反而欢喜快乐地迎接他回家 所以在这里啊 我们看到了 天主对我们罪人的爱 是多么的畅宽 高深 天主的恩典 多么的浩瀚无边 耶稣所表明的天主的慈爱本相 与法律塞人 里面恐惧地描绘 多么的不同 我们大可以凭着信德 坦然无惧地来到天主面前 第四点就是就与法律 冷静而无情地认定 荡子改好了才配回家 恩典却充满深情 有智慧地回答说 荡子回了家才会改好 第五点是 恩典是在罪人身上彰显出来的 在小儿子身上显出来 而不是在大儿子身上 所以父亲对小儿子的爱 看起来比对大儿子的爱更多 更大 更深 按照行为来说 大儿子比小儿子好 但是按照蒙恩来说 蒙爱来说 小儿子胜过大儿子 小儿子得到父亲的爱 得到父亲的爱更多 为什么呢 这就应验了保诺那句话 罪恶在那里越多 恩典在那里就越格外丰富 你做父母的你自己想一想 你家如果有五个儿子 三个儿子三个孩子啊 或者是多少个孩子 你对哪一个孩子最好 通常来讲对小的最好 但是呢 你自己想一想 是哪一个越没出息 你对哪个越好 这就是父母的爱啊 天主更是这样 哪一个越落魄 哪一个罪恶犯罪 跌倒软弱越多 天主对他的慈爱越大 天主不是法官审判世人 父母也不是法官 要收拾孩子 而是慈父啊 而是恩典的 所以你有的时候 你不服吗 天主就是这样 你父母就是这样 你妈妈就是这样 对待孩子们的 你做了父母以后 也是这样对待孩子的 这就是天主 对我们的心肠 何等的知善知美 何等的知人知慈啊 第六点就是 天主的恩典的宿敌 不是人的罪 因为耶稣说 我来就是找罪人的 不是因为我们是罪人 天主的恩典 没有办法临到我们身上 而是人的骄傲 所以我们看到啊 抵挡恩典的 不是我们身上的罪 因为恩典本来 就是来找罪人的 耶稣说 我来不是找义人 而是来找罪人的呀 找罪人悔改呀 所以抵挡天主恩典的 是人的骄傲 自以为是 因为你觉得 你不需要天主的恩典 因为你觉得 你自己可以 而且天主一爱你 你就说 是我挣来的 天主说啊 你有的时候人说 这个人发财了 他说 我热情敬畏天主 恭敬天主 天主赏赐给我的 我挣来的 天主说 你这傻小子 这些都是天主的恩典 那么 所以来讲的话呢 抵挡恩典的 是自以为 自己是义人的人 所以使人的骄傲 阻挡天主的恩典啊 第七点 就是两种人 一种是义人 他们相信自己是罪人 一种是罪人 他们相信自己是义人 更准确的一点说 其实我们都是罪人 不过小儿子呢 是知罪 认罪 在这个意义上 他算为义人 大儿子却自以为义 在这个意义上 他算为罪人了 所以恩典呢 不是不讲认罪悔改 这是恩典才是人认罪呀 是人知罪呀 是人悔改呀 所以档子回头 这个比喻呀 告诉我们 恩典无条件 是无条件的爱 无条件的怜悯 无条件的理解和接纳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 恩典的唯一条件就是 你要接受 这么说吧 小儿子回家 唯一的条件是 他要回家 吃免费午餐 唯一的条件就是 你要去吃 到耶稣这里来 唯一的条件就是 你要来 信耶稣 唯一的条件就是 你要信 就这么简单 就像是个礼物 放在这里 如果你想拿到这个礼物 唯一的条件就是 你要用手去借 很多人啊 就是因为说 哎呀 这个恩典太容易了 那那 这个恩典太简单了 所以才不要呢 其实啊 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事 就难以置信了 但是在天主的恩典下 就像阳光一样 就像雨水一样 他从来不给人计较啊 往往对生命最重要的东西 往往都是免费的 往往都是白白的 太阳人都离不开 不需要付费 空气 很重要 每一个人都离不开 天主没有给你收费 天主没有说 你呼吸一口一分钱 没有给你收费 往往那些不重要的才收费 往往天主给我们这些大恩典啊 都是免费的 这是天主的大慈爱啊 所以父亲在爱中拥抱小儿子 不及时在小儿子证明他喜新革命之前 更是在他表示悔改之前 天主的爱和接纳 完全是出于他的本性啊 所以通过档子回头这个比喻 告诉我们天主的大恩大慈爱 都在等待着我们每一个罪人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投奔到 他的慈爱的怀抱里面去 阿们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万世之前 由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由统真玛利亚取得肉躯 而成为人 他在班阙比拉多执政时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生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还要光荣地将来 审判生者死者 他的神国万事无疆 我信圣神 他是主即赋予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供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亲宠 同享光荣 他曾借先知们发言 我信唯一 至圣至宫 从宗土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赦罪的圣喜 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及来世的生命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主教导我们要时常祈祷 而在此四询摘期 我们尤其应该与基督一击醒 热忱向天父祈祷 请为我们众教友祈祷 请为为回头的信友祈祷 仁慈的天父 求你指引迷途者回头改过 早日回到你仁慈的怀抱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天我们 请为各行各业的领导人祈祷 求主祝佑他们 是他们同情 并爱护自己的工人 也尽力给予合理的待遇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天我们 请为青年人祈祷 求主指引他们生活的方向 并使他们才能顺从你的召唤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天我们 请为目道者和悔过自心的人祈祷 求主以慈悲为怀 赦免他们的一切罪过 并在他们身上显示基督的宽容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天我们 上主恳求你大法慈悲 垂世所有全心投靠你的子民 福天我们的祈祷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周 你赐给我们十年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 牢固的果实 每面饼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良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周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 乐乎的果实 葡萄酒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教友 请你们祈祷 往全能的天周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 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 祂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祂 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 我们不声鼓舞的 向祢呈上 这带给我们救恩的礼品 恳其求你 帮助我们 怀着真诚 与前进的心 举行圣祭 使世人都能 获祥你的救恩 你是天主 永生永亡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圣父 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第一主基督 我们实时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你嘱咐我们 每年要喜心革面 欢心地准备 愉悦节的庆典 使我们呢 切实奉行 祈祷和仁爱的工作 领受重生的圣事 而获得你无比的恩宠 成为你钟爱的子女 因此 我们随同天使 总领天使 以及天上祝圣 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 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 显测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 单受赞美 欢呼之声 显测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地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 与普世教会 共同庆祝 本周的第一天 基督从死者中 复活的日子 你高举他 使他坐在你的右边 我们靠他的名 恳求你 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第一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舌神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心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里奥基 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 救恩之悲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学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垂念朴实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基格 我们的主教 多么以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终日去完善 求你也垂念 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 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垂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 同仁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圣若瑟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 圣人圣女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 接了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血统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即遵从 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 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民受显扬 愿你的果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赏给我们 任用的识量 求你宽恕 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 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炫于诱惑 但救我们 免于凶恶 上主求你 从一切灾祸 终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求你 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 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 获得安全 使我们 前程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 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是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永生永亡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除眠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眠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眠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眠是罪者 蒙昭来福盛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我担不起你 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孩子 你应当欢愿喜乐 因为你这个弟弟 死而复生 失而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的圣言就是真光 照耀我们世人 求你以圣从光照 驱逐我们心灵的黑暗 使我们思想光明磊落 令你欢心 并使我们对你的笑爱真诚无畏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第一主 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成 感谢天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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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